OK 这一节课呢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Gracomoli的一个安装部署 Gracomoli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链接虚拟机物理机的一个远程链接的一个管理工具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界面呢 其实就相当于像这样子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连到一台虚机 对不对 那我们断开它 是吧 断开它 你就可以看到是这样的 Gracomoli就是这样的 一个链接管理器 看到没有 就我们来部署一下这个东西 是吧 那我们都要通过什么呢 我们要通过我们的Docker的Compose 就是我们的单机编排工具来部署 那我们先要去装Docker OK 好 我们先到我们的内网的6.38 这个ftp server上面去 我们要到我们的Docker上面去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哈 我们有一个Docker Compose的一个Docker CE的一个压缩包 我们来安装一下哈 好 我们下载我们的Docker 然后呢 我们把它解压 OK 解压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用这个脚本就直接把它安装起来 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脚本 好 我们后面的要部署一个web服务器就可以不要哈 这里 这个就是什么 很简单 就是本地安装我们的什么Docker CE 然后呢 启动Docker 是吧 开机启动 然后呢 去把这个Docker Compose 它是一个二精子文件 把它放到我们的什么User Local Beam这个环境变量里边 就算安装起来了 就两步 一步是装Docker 对吧 一步是装我们的Docker Compose 好 就这个脚本 那我们执行一下这个脚本是吧 OK 他就开始安装哈 这里呢 我们暂停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安装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Docker减飞一下 我们装好了Docker的一个18.09的版本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它全部给删掉 好 我们再去下载一个 下载一个什么呢 下载一个 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叫做这个 这个Molly 是吧 mo 然后呢 bin get 然后就可以下载它 是吧 那下载它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 是我们的一个压缩包 是吧 那我们现在要把它什么 减压 OK 那减压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Molly的一个组成哈 那GlockerMolly呢 它是由三个角色来组成的 那我们要用DockerCompose来部署它的话 我们就要用什么 DockerCompose模式是用什么 用是这个亚姆文件 它必须叫这个名字哈 必须叫这个名字的亚姆文件 我们看一下这个亚姆文件的一个内容哈 第一是它的版本 那它会产生三个service 对吧 第一个是GlockerCD 然后呢 MySeeker是它后台数据库 还有一个是它的前端的什么 前端的一个GlockerMolly 它是用Tomcat来做的前端 然后呢 这是它的什么协议服务器 就是它的协议服务 那每一个服务都是一个容器 是吧 都是一个容器 你看 这是一个容器的名字 对吧 那开启启动 是吧 它的金箱名叫这个 然后呢 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MySeeker的容器 是吧 那它的什么端口 还有它的什么根的用户 根的密码 以及它的什么数据库的名字 对吧 它应该有这个环境面量数据库的名字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这个GlockerMolly 就是它会去连接谁 它会去连接两个link 这两个link就是上面两个服务嘛 一个MySeeker的服务 一个是GlockerCD协议的服务 然后它的环境变量 对吧 它的环境变量就是它会去连哪个数据库的 哪个端口 那数据库内部的哪一个库 对吧 它的什么这个user的名字 密码 都是李扬 对吧 这里 但是这个可以自定义啊 然后GlockerCD这个 是吧 协议服务器的端口号是4822 就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这边已经解压完成 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 开启一下我们的readme readme就说这个有四步哈 它解压之后就告诉你有四步 第一步呢 我们要去导入是不是 导入这些镜像 来 我们一边导入哈 它说要导入什么 导入这四个镜像 是吧 那一个一个的去导入 导入到哪里 导入到我们的DockerImage 好 我们把四个导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第二步运行这个 Docker Compose Up-D 去部署我们的这个整个 整个graphmole的什么 三个角色容器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一次导入哈 好 那我们导入完这三个镜像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 ok 那我们这里就有什么 myseeker graphmole 和gracaCD这三个什么容器的镜像 那有了这三个镜像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 其实我们的这一个Docker Compose的 亚门配置文件 已经在我们的压缩包里编辑好了 它就跟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刚刚我们也讲解过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做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配置文件哈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用一条命令搞定它 就哪条命令呢 就在这里哈 这个上面就是我们刚刚的看到的这个 就这个 我们用这个Docker Compose Up-D Up-D呢 它会在当前目录去找谁呢 它会在当前目录去找这个亚门文件 就是Docker Compose的亚门文件 你看 只要你执行它 它就根据这个亚门文件呢 来自动产生我们的什么 三个容器 这三个容器已经 是有三个镜像导入了的嘛 就根据这三个镜像来产生这个三个容器 好我们看一下 Docker PS 对吧 哎我们已经创建好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端口号有了吗 -NLPT 对了吧 有81了吧 好现在我们要创建什么 这里有81的端口了 对吧 然后我们要这个GrapharMoney的什么 服务端口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创建数据库 对吧 那创建数据库呢 我们要到这个MySQL的数据库容器里面去是吧 那我们通过Docker Compose来进一下数据库的容器啊 进去了之后呢 我们要去什么 我们要去先做一个事情啊 就是MySQL-U 对吧 对吧 我们进入数据库是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修一下Data Base 你看没有这个数据库是不是 我们要创建一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叫什么 GrapharMoney 下号线Db这个数据库 那这里还有稍写了 掉了一个Data Base OK 这个时候就有这个数据库了是吧 那我们退出来 我们把数据库模板要烤进来是不是 那模板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压缩包里面就有哈 我们把它烤进来 哦不对 是这一个 烤到我们的数据库进向里面对吧 然后呢 烤进去之后呢 我们再进数据库对吧 进到数据库的这个根目录里面 哎他就有他了是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数据库呢 给他什么 倒进去是吧 倒到MySacre里面 然后倒到MySacre里面 OK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从这个容器里面去进一下这个数据库 对吧 好这个时候我们修一下 嗯 我们用一下这个 哪一个呢 这是我们的 你这个db 是吧 然后我们修一下tables 哎就看到这个数据库的结构表已经倒出倒进来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 有这个数据库的 呃 那这样子呢 就完成了我们的什么 Glock component的安装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的IP是多少啊 IP是 呃 6.39 就这个 我光标的位置啊 6.39 OK 然后的话我们 Docker PS 有三个容器是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进来看一下啊 我们找台机器看一下 怎么使用它啊 我们来内网访问 6.39 冒号81 对了 好 你看到一个他们开车的对吧 Apaq他们开车的一个界面 然后我们还要加上一个什么啊 呃 这个Glocker 对 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它的登录界面了 它的默认的这个 我们看看啊 这个怎么回事呢 看一下 刷新一下 默认的端口 可能浏览器有点问题啊 我们再重新开一下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配置完 对不对 那我们其实刚刚是导入了数据库模板 那我们还要创建什么 创建它的这个用户 对不对 这个数据库的用户 那这个用户是谁呢 就是这个 对吧 我们要到数据库里面去创建它 OK 那我们还是要去登录这个数据库的金像 对吧 这个容器 登录容器之后呢 登到数据库里面去 是吧 然后呢 我们要去什么 呃 创建它的这一个账户 是吧 创建账户之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数据库呢 授权给什么 这一个账户是吧 就黎扬这个用户嘛 对不对 OK 那授权了之后呢 我们再去什么 检查一下是吧 OK 没问题了是吧 有这个 有这个用户了 那有这个用户 有这个数据库之后呢 我们再去登录一下 诶 诶 这就有了 对吧 那我们默认的用户名呢 就这个 是吧 它的密码呢 也是它 嗯 gracadmin 对吧 好 进来之后呢 我们来简单示范一下它的使用哈 点设置 那第一步呢 我们要去更新什么 更新密码 对吧 那当前的密码是什么呢 呃 当前密码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跟自定义一个密码哈 OK 它说密码改了是吧 然后呢 我们要创建一个链接 它的主要对象和提供的这个服务就是这些connection链接 那么首先要去建链接 这里边其实两个两个东西很重要 一个是链接一个是用户 就是不同用户访问不同的链接 对吧 那我们这里来访问一个什么 比如说我们本机有有模拟的链接 你看它支持的协议有这么多 常用的就是rdb 远程桌面协议和我们的ssh linux用ssh windows就用什么 windows就用这个rdb远程桌面协议 好 这里之后呢 我们只用来改一下哪里呢 改一下网络这里 对吧 我们就输入什么 6.39 就是它自己的嘛 都无所谓哈 你随便创连接 然后呢 它的这个用户名 对吧 boot 密码就是这个系统的密码 对吧 然后你就可以去远程连接它了 是吧 OK 我们创建了一个是吧 那我们再创建一个windows的吧 我们windows的 是吧 我们写个wind2008 对吧 然后呢 呃这里呢 就选rdb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下面 在网络这里 在网络这里 是吧 我们就写 6.42 然后 3389 也是桌面的端口 是吧 然后用户名 给它的系统 管理员密码 对吧 然后呢 保存 OK 我就有两个链接了 对吧 那我还要创建一个用户 是吧 那如果我是管理员用户的话 所有的链接我都看得到 那我要创建一个用户 是吧 那用户呢 我就随便写一个 比方说 就叫我的名字吧 对吧 然后密码 那密码呢 我也可以随便写一个哈 好 然后给它一个全名 这里是吧 好 这样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哎 你要把哪哪个链接给它 你就勾上 你勾哪个 它就可以看到哪一个链接 知道吧 勾选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退出 对吧 我们用新创建的这个用户 登录 哎 你看就可以看到这两个链接 对吧 我们点其中一个链接 哎 我们就进来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就是刚刚我们那台机器嘛 那我们来访问windows呢 对吧 其实也是可以的 其实因为这台windows 就是我当前这一台 所以说它就挂了 知道吧 好 没问题啊 我们换一个换一个来来访问一下 其实 其实没所谓啊 我们换一个来来试一下啊 我们换一个来试一下 也是可以的 是不是 因为它访问到我当前的那一台机器了 对吧 192.168.6.398.1 然后你再登录它 是吧 哦 我本来就是我本来就被登录了知道吧 所以说不能不能这样登 没所谓啊 就是这个意思了 我们就演示一下就就就这个意思了 OK 我当前本来就是我现在这台机器嘛 应该我建其他链接 那一句话就是什么呢 我通过管理员的账户就是graca 那个admin 去创建什么 两个东西 一个创建用户 一个创建链接 那不同的用户就可以访问不同的链接 链接就是它的资源 用户就是它的角色和权限 就这个意思 好 今天呢我们就讲了这个的安装和 呃 GraphMoney的什么 通过容器composer的安装 以及它的使用 OK 谢谢大家